国家小归小,态度要摆好,前段时间,太平洋上的小国,唐家,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免除战务。 近日,太平洋上作死,借又冒出一颗新星,脑鲁。 这位小同学可以说不蹦倒两下,我们都不太知道他具体位置在哪。 这部,凭借着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年度峰会,他终于在国人面前亮了各项,脑鲁神操作。 9月4日,太平洋岛国论坛在脑鲁举行,18个成员国出席会议。 中国不是岛国论坛的成员国,而是作为对话伙伴国之一参加会议。 然而,脑鲁作为主办方,一点也没有有彭次远方来,不亦越乎的大客之道。 当中国外交官抵达脑鲁之时,他们拒绝在中国代表的外交护照上贴上入境标签, 表示请处理个人护照。 作为温温的邦交国,受了温温大批的金元资助,就那么想要帮着出头。 你以为就你和温温感情深? 你以为作为世界五大哥之一,那我们太太平洋就没有兄弟了吗? 随后,法摩亚总理伊拉埃塔,直接给脑鲁总统巴伦瓦塔写信,表示如果这是为火山处理,期间拒绝出席本次峰会,北极等国家也对脑鲁施加了外交压力。 这可吓坏了脑鲁总统瓦塔,说此事闹僵的话,可以说面子全无。 于是,他亲自出面平息了这件事,但据媒体透露,最后的解决办法,是允许中国代表用外交护照国境。 但是入境签证,则贴在签证信函上,对于脑鲁来说,现在与中国毕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,而对于中国来说,我们代表也是因为出席外交论坛才会过境。 所以,标签贴在签证信函上,也算是折中之举。 瓦塔后来憋屈的表示,他们来怀都是用的私人护照,所以才会有这出闹剧。 看来这个总统真的一点也不了解世界上的五大流氓形式,你能做的,我们都能做。 然而,我们能做的,是你一个玩儿小国能做的吗? 挠鲁斯来想去,也是言不下这口气吧,加上背后的某些势力作祟,在论坛中的闭门会议上, 又再次恶心了咱们。 四月,中方代表杜启文,遇旧气候变换问题发言, 却高脑鲁总统打断,杜启文随后绕场一周,的方式进行抗议, 随后走出会议室,对于中方代表一场的举动, 脑鲁总统挖卡后接受采访时责变解证,是他抢了别人的发言时间, 还指责中方代表澳门,他可能来自一个大国, 可能就是想欺负我们,看来这个总统不仅仅是井底之王, 而且还得了被迫害暗详症。 背后有人,脑鲁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岛国, 其人口也仅有一万人,放眼中国来说, 许多村都比他要大,若不是某些国家在背后的怂恿, 恐怕给娃娃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如此狂妄。 其中,美国的与会代表,内政部长瑞安金科则表示, 会在脑鲁继续履行美国承诺, 现在还能相信美国承诺的国家真的可以, 算是少白钱了,脑鲁就算其一。 不仅美国在帮扶脑鲁,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在随身符合。 要知道,脑鲁曾经还因为向奥西两国都受鸟饭一跃成为太平洋首富, 因为鸟饭中含有丰富的磷酸盐, 其实重要的食品配料和功能添加剂, 甚至,他们还在墨尔本修建了一座52层的脑鲁大厦, 以便在倒背海水淹没时, 搬迁至此。 由于养分资源的日益匮乏, 现在的脑鲁还有过帮助奥西两国关押犯人的想法, 类似于原来澳大利亚至于英国的关系, 以养分新家, 以大楼为国, 世界独自一家。 所以, 那奥西三国对脑鲁, 是有实实在在掌控权的, 而这次, 脑鲁的行为, 也是由这三国所指示, 因为在一战后太平洋岛国基本落到美英手中, 至此太平洋岛国就颇受西方世界照顾, 其所谓的思想殖民, 主要表现在迫使他们照顾西方利益, 维护西方的价值观。 然而,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强大, 诸如北京, 泛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, 在那的太平洋国家, 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, 并得到了中国的大量的援助, 逐渐摆脱了西方世界的强权, 这就让一些西方国家不好受了, 辛辛苦苦搞得统战, 一下就被中国切割得这里破碎, 尤其是奥西两国担心中国的软实力, 如今, 已经渗透到了太平洋的深处, 直达他们的后花园, 想一想, 要是我他之策突然冒出一面五星红旗, 就得让他们失眠多久。 而美国对于老鲁的支持, 完全是处于印太战略的考虑, 主要的办法就是堵塞和输送, 堵就是尽可能的把太平洋上的岛国, 至于中国的对立面, 让其为美国办一些脏活, 比如时不时的和温温来一个互访啊, 时不时出来说几句中国危险论之类的, 输送就是由于美国担忧, 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太平洋继续扩带影响力, 开始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, 据悉, 美国目前已增加了太平洋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, 而且, 美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宣布, 设立以援助印太地区, 为目的的1.13亿美元规模地区基金, 各位司马昭之心, 人今皆知, 无庸置疑, 目前是美国凭借历史的原因, 在太平洋局势上较为领先, 但是中国也在奋发图强, 努力地打破西方世界的枷锁, 而在中美象征太平洋之高点之时, 在胜负未奔之前, 得力最多的肯定是太平洋上诸多的大丸小国, 老鲁子不然, 得得出奇, 不信你们问问千里之外的黑大叔, 话说, 赶快去找安安要一笔出厂费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